哈喽各位玩家大家好 我是阿娃妙的姐夫 今年有没有发现AR眼镜特别火? 因为供应链技术成熟的缘故 一些传统显示器品牌也加入到这个市场里 例如我手上这台雷了AR-1S 这是TCL电子护化的雷了昌星最新推出的AR眼镜 目前市面上的AR眼镜 本质上就是眼镜形态的显示器 把电子设备的内容都投屏到眼镜里 如果在显示方面做到色彩与亮度准确 声音也不错的话 作为一个便携的显示器才算是合格 雷了AR-1S升级了最新一代的Sony Micro OLED屏幕 亮度、对比度、色彩有重新调校过 最近姐夫为了更善战神诸神黄昏的剧情 已经在PS5上恶补战神 但去到一些比较黑的场景时 明显看到雷了AR-1S颜色更鲜艳 色阶更均匀 饱和度还高一些 暗部细节也显示的还可以 如果像我一样是中度精湿加闪光的玩家 还可以去定制一套骑士精湿晶片 更好兼顾不同势力问题的人群 安装也很方便的 雷了AR-1S还做出了不少人性化的改善 例如在眼镜腿上加上滚能设计 一边可以控制音量 另一边可以控制亮度和切换2D或3D模式 是的,这副眼镜可以直接看3D电影 无论是本地的还是现象的都有 加上这次的音频全面升级 比原来单薄的声音进步了很多 同时还有一个兼顾细密性的设计 雷了AR-1S的扬声器 采用了音轨三位消除技术 减少了声音的外方 例如我把声音调到最大 其他人除非跟你贴得很近 内容不会被听得很清楚 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 不过在完全安静的环境里看片 如果另一般比较敏感的话 还是能听到模模糊糊的声音的 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更适合在外面出菜时使用 另外一个大变化就是把之前寒死的数据线 搞为可插拔骑士卸计 这样的连接方式更稳固一点 也没有那么容易弄坏Type-C口 只要是支持DP功能的手机、平板、电脑 甚至汽车都可以直插使用 我自己的1加8T可以适配到 一插上就有一个Windows的界面 只要转动头部就可以看到界面 有一个比较惊喜的发现 跟其他AR眼镜不同 是雷了的浏览器支持WebXR 除了可以常规的去各大视频网站看视频以外 还有一些360度全景漫游的内容 整个体验有趣的一些 如果你没有手机支持DP输出 借助转折器就可以连接啦 还可以通过HDMI转折器 连接Switch、PS5、Xbox 在大屏上打游戏 雷了Air 1s还有些在开发中的AR功能 例如插入电脑后有多屏视窗 感觉这个以后也可以成为生产力工具 要等正式上载后才可以试玩啦 总结一下作为一个编写的头戴显示器 雷了Air 1s已经比较成熟了 显示效果不错的同时 音质比上一代有进步 用来随时随地刷具看电影 或者摊在床上打游戏 才是目前最合适的用法 加上小小一个便携包 带到外出使用也很方便 基于AR功能的话 还在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软件应用适配吧 目前市面上的VR和AR 虽然技术上有很大不同 一个做成级游戏机 性形态互动娱乐的终端 一个是视野窄一点的便携大屏幕 但是在未来我相信 还是会归纳成同一个类别 无论是在虚拟现实 还是在正常现实里 都可以用全新的方式 随行随地体验数据内容 不过这需要各大厂商 再努力一下卷一卷 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技术 我会在下方人群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会忘记点赞和分享 这些像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妙 一个集愉快体验 和硬汉教授的Metagrax 爱好准频道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by bwd6